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刚听了这位叔叔和阿姨的介绍 说他们的身体都是挺棒的 基本上都不怎么生病 那么他们的身体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健康 没有疾病的困扰呢 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专家 让我们掌声有请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著名的手诊专家高振宗教授 欢迎高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高振宗 著名中医手诊专家 出身中医世家 其父高桂林先生 系四大名医之一 施基默先生的弟子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委员 高老师你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刚刚我们的两位观众朋友都说了 自己身体特别好 我知道您是这个看手诊的高手 我们先请老师给看一看好不好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健康 行 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 好 所以你看这个女士的手 手型很好 但她这个气色 就需要注意 首先就告诉她 她这个供血要注意了 注意头晕 注意多梦 注意颈椎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阿姨是像老师说这样吗 有一点 老师怎么看出来的 老师怎么看出来 我们之后给您揭秘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先生的手 来展开手 看到这个先生的手了吗 这个先生的手 手型也是相当好的 但是她这个心脏区 必须得注意 就是告诉你 注意心脏 不要过累 听明白这意思了吗 所以她这个心脏区 必须得注意 心脏不能过累 我感觉 心脏没问题 她感觉心脏没问题 但是心脏的代偿能力很强 所以她手上已经有心肌缺血的标志 就是这个提前 我们已经发现 提前就告诉你 要防范 要防范了 是吧 因为你的手上有心肌缺血的标志 家里人有没有 比如说 有心脏问题 类似疾病的 就我妈 有一点 那可能还真的 她有一个家族遗传的问题 到底在什么年龄段要发病 手上都有标志 所以我们现在的健康 可能不等于说 我们以后还会一直健康下去 我们要提前警惕 所以这个手诊 有定性的问题 定量的问题 定时的问题 超前诊断的问题 所以什么时候发病 手上都有标志 哪个部位发病 发病的性质 发病的程度 手上都有标志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手诊之后 我们就可以提前发现 这些疾病 咱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了 防患于未然 好的好的 行 我们谢谢这两位观众朋友 谢谢 高老师 其实一提到这个手诊 我的第一反应 现在看手诊的 可能我了解的不多 但我知道看手相的很多 您跟我们说 这看手诊跟手相有什么区别 这个中医手诊学 是从手相学发展而来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同源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 中医学的发展 所以手相学的一部分内容 进入中医手诊学 但是呢 这两个同源发展方向不一样 手相学认为你这个手 天生就是固定的 它是一成不变的 你该找倒霉的话 一辈子都要倒霉的 实际上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手从你父母 精子卵子结合的时候 就形成了你的手的一个出行 在娘胎内 你的母亲的营养 你母亲的心理状况 社会环境的影响 包括你母亲的一些疾病的影响 都会在手上出现 纹路的改变 或者手型的改变 那么我们中医学认为呢 手 手型 手文 随着你的社会阅历的增加 它都在变化 它一直都是在变的 都是在变的 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 而手相学认为 它就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天生你就是真龙天子 所以他认为 这个就是固定不变的 那老师您这个手枕 您是怎么看的 您是看这些纹路的改变吗 还是看什么 我就告诉你 我们中医手枕学 从皇帝内经开始 就已经对手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随着时代的变化 到宋代 有个叫陈团的现场 他把这个手更丰富了 到近代 把这个掌纹研究的非常清楚 把这个掌丘研究的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手通过改革开放以后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这个过程 所以现在 全国各地 很多医家都在研究掌纹的变化 所以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所以这个手枕 从我们中医学的角度讲 它和 上腐学说有关系 经络学说有关系 还包括 这个天人合一的理论 也就是人 和自然界的关系 人不但要 改造自然 还要尊重自然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更高的层次 叫做天人合得 你只有把这个自然界 爱护好了 你才在这个自然界中 才能够更好的生存 否则的话 你把自然界破坏了 你的 生命 也就受到损害 是 所以你的手 在什么环境中 变化 这个手的颜色 气色 纹路 都在发生改变 好比说现在的 煤 五霾 五霾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昨天晚上从北京出来 一路上 乌烟瘴气 PM2.5 它这个对你的肺 对你的心脏 肯定有很大的损害 所以你如果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话 你这个手的颜色 肯定要变黑 就手上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呀 所以你看那个烟鬼 抽烟的人 那手都是黑的 看到了吗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手和环境有关系 和你的心态有关系 所以一个人着急生气的时候 手首先是凉的 再生气的严重一点 手就要哆嗦 是 手就要哆嗦 是 气的发抖 气的发抖 嗯 再严重一点 顿足垂胸 垂胸顿足 是的 想不开的时候 抓耳挠腮 嗯 这都和你的手 改变你的供血的状态有关系 通过手的蛛丝马迹的变化 嗯 你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健康的问题 哦 所以早晨起来 第一件事 嗯 啊 孔子说 五日三行五身 早晨起来 你的第一件事 看一看你的手 醒来的时候 因为你手没有做其他的这个劳作 嗯 所以你的手上的这个气色 是最原始的 嗯 最真实的 对吧 请来看一看 我今天我哪里不好 我怎么来调理 我感觉哪里有麻木了 嗯 疼痛了 酸胀了 我要注意哪些脏气的功能的改变 嗯 我饮食怎么调理 我心态怎么调理 嗯 啊 这个手都告诉你了 一今天一天的健康大局 嗯 我们的健康状况都在我们的手上 对 有一些反应哈 对啊 听老师的介绍 这个手指的由来也是历史优远了哈 对 老师我想问一下 你看像我们之前好像 看手相的时候听人家说是男左女右 那您这个手枕也分男左女右吗 这个手枕绝对的不分男左女右 哦 右手嗯 代表你的左脑 你的捏横回的这个部分上 嗯 和你的手的啊 运动有关系 嗯 和你的手的灵活度有关系 凡是左脑中风的 包括脑出血脑血栓 嗯 包括枪细性脑梗 都会造成右手功能的丧失 哦 左脑的这个位置都可以造成语言功能的障碍 嗯 包括命名性失语 感觉性失语 和混合性失语 嗯 都会出现问题 那么你的右脑 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 梗塞 或者出血 那么你的左手功能活动 就要出问题 嗯 所以你哪里有问题 那么你在哪里 手上 它就有反应点了 嗯 啊 所以这个手和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看来这个手诊的学问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哈 好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万家灯火 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啊 老师 既然咱们从这个手上能看出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疾病状况 那咱们今天就先来说说这疾病哈 先来说到疾病呢 先说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好吧 能要命的 那是心脏 心脏的问题好吧 好 说到这个心脏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每个这个脏腹 在我们手上都有相对应的一个位置啊 有 嗯 有 比如说心脏 它都对应的是什么位置 五脏六腑 在我们手上都有它的反射区 嗯 这个反射区 就是告诉大家 你从手上 你能够看到你五脏六腑功能活动 哪里强 哪里弱 嗯 所以这个中医认为 啊 我们王岐教授 嗯 把人分成九种体质 我们内经上 把人分成阴阳 五行人 金木水火土分成五行 五行里边又分成二十五类小型 所以每个人 你属于哪一个类型的人 你容易得哪一个类型的疾病 嗯 你的性格发生发展的规律 在手上都有标志 所以你如果把手看懂了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遗传基因如何 嗯 心理状态如何 嗯 工作方式如何 情感稳定如何 嗯 都在手上 哎呦 发病规律 死亡结果 嗯 在手上都有一个明示 老师那您看了我们的手 不等于把我们的隐私全看完了 这个不是隐私 一个人你要了解自己 是 我应该干什么 嗯 我能干什么 我干到什么程度 嗯 合适 嗯 我不能够鞠躬净瘁 对 明白吗 我身身体哪里强 哪里弱 对 我应该自己心里有个数 对 老师我们先来说说心脏对应的位置 我们知道这个心呢 为君主之官 主血脉 嗯 那他这个位置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怎么找 非常关键 嗯 首先我告诉大家 中医的脏腐学说 和西医的心肝脾肺肾 概念不一样 嗯 西医的心 就是一个单纯的心脏 嗯 就是一个泵血的机器 是 而我们中医的心 心为君主之官 嗯 心主血脉 心主神智 嗯 心开窍于蛇 是 所以这个心 是我们人体内的最重要的器官 没错 它和我们的精神活动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的脑的一部分功能 都搁在心上 所以这个心 在手上的位置 啊 我就告诉大家 非常的重要 嗯 首先在想心的时候 我要把手上和经络学说相关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拇指的外侧圆 看到了吗 这有一个哨伤穴 这是手太阴肺经训行的位置 嗯 这是手太阴肺经 我们的中指有一个心胞经 我们的小指有一条心经 所以我们的手掌 有三条阴经要通过 嗯 我们的手背 有三条阳经要通过 嗯 大肠经 三胶经 和这个小肠经 嗯 所以我们的手心手背 是六条经络 啊 所以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 又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反应的通道 嗯 所以内脏的疾病 可以在手上表现出来 那么心脏的功能 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们手上有六个位置 嗯 和心脏相关 所以心脏的反射区是最复杂的 嗯 你看看手掌的样子 对 和颜色 对 因为我们的手应该是红润的 嗯 应该是温暖的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手 如果它首先 它颜色晦暗了 嗯 手的冰凉了 那么肯定要出问题了 嗯 那么哪里出问题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啊 来 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个手的啊 脏腑反射区图 老师那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一下 这个心脏 我们应该看它对应的位置是哪里呢 手上和心脏相关的有六个区 有六个 大鱼记这个位置 哦 这是心脏最关键的一个区 嗯 所以你摸一摸你的大鱼记 凡是大鱼记丰满的 颜色糊润的 嗯 说明你的心脏功能都非常好 哦 这是第一个区 第二个区在哪里 嗯 大家注意看 十指丘 在这里 这是第二个心脏区 嗯 十指的这个下边这块啊 对 这是第二个区 第三个区在哪里 在掌心 在劳宫穴这个位置上 嗯 这和心脏的神经功能活动有关系 第四个区 在中指的 指根结上面 这是第四区 哦 嗯 第五区在哪里 在 小指 五眉指 缝下面 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嗯 这是第五个区 第六个区在哪里 在小指的这个位置 这是第六区 这六个区 颜色 红润 光洁 啊 颜色的红润 温度的适当 都提示你心脏功能的正常 嗯 这个六个区里边有一个位置不正常 你的心脏功能都要注意 因为心脏是我们人体 最主要的一个脏器 嗯 我们心脏每搏动一次 打出多少血来 知道吗 心脏每搏动一次 要打出多少血来 60到100毫升 我们的墨水瓶是57毫升 所以说他最少得打出60毫升 嗯 有的是最少得相当于一个墨水瓶的血量 嗯 所以有的人蹦血量不够 所以心慌胸闷气短就出现了 哦 所以这个地方 你摸摸你的大鱼记 就知道你这个 啊 打个简单的比方 嗯 汽车的配置 你是四个缸的还是八个缸的 看这里 哦 啊 所以这个地方 非常的关键 嗯 这个地方一定要丰满 一定要丰满 一定要红润 嗯 一定要不要被很多的纹路所干扰 哦 纹路还要少 那一定要少 因为手上有22种病理纹 嗯 22种病理纹都会造成心脏的损害 嗯 老师 从纹路上咱们怎么看 从纹路上怎么看 嗯 首先 应该有一个 很强壮的生命线 哦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线路 啊 生命线好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好 说明你五脏功能协调 嗯 你这个身体 我们首先要看生命线的 啊 这个粗细长短 嗯 形状 嗯 啊 颜色 嗯 我们都要考虑的 所以这个生命线 必须是优美的 完整的 流畅的 红润的 整洁的 嗯 不要被任何线所切断的 老师 生命线有很多人有分叉 分叉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分叉 在哪里分叉 说明你的身体在哪里 要出现转化 哦 有可能向好转 有可能向弱转 哦 所以我的原则 告诉大家 嗯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你通过你的手上的纹路的变化 你知道我的身体在某一个年龄段 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哦 像好的变化 和你的心态有关系 嗯 和你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嗯 不好的变化 和你的心态也有关系 嗯 和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是 和你的遗传基因 也有关系 嗯 咱们说了掌纹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 指甲 指甲 从指甲上怎么看心 看这个指甲了吗 嗯 每个人手指上都有一个非常 啊 俊秀的指甲 指甲可以 表明它的气血运行的程度 咱们从这个指甲怎么看心躯 在哪里 指甲的心躯在哪里 首先告诉大家 指甲的心躯在中指 中指 对 在这里 看到了吗 嗯 如果是一个杵状指的话 那么它的指甲 就会向内侧弯 成一种樱钩型的指甲的形状 哦 或者形成一种背形 跟那个背壳似的 嗯 那都是不正常的指甲 哦 所以这个指甲 心脏区要看中指 嗯 啊 所以中指如果成一个杵状指 跟骨唇似的 嗯 啊 就是往里勾的那种 对 这个地方比一般的肥大了 看到了吗 哦 我们叫杵状指 嗯 这种指甲 这种手型 它就不正常了 嗯 这种人的心脏 就不正常了 嗯 啊 所以这个肢间和心脏 也是有关系的 嗯 凡是心脏不好的 肢间都比较薄 比较弱 比较容易裂 嗯 啊 而且肢间的颜色 是灰暗的 甲半月是减少的 哦 就是这个小月牙 是减少的 减少的 但是有一种 甲半月过大的 嗯 那是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 所以这个甲半月 正常的讲 哦 就过大过小都不行 过大过小都不行 正常应该有多大 它应该占肢间的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啊 对 哦 应该占五分之一 嗯 大了 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 少了 就是低血压心脏 心肌缺血的问题 哦 啊 好 如果这甲半月变红了 变紫了 心脏也要出问题了 嗯 啊 所以突然之间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甲半月变大 要防着脑出去 正常呢 它的颜色应该是偏白一点 白的 乳白色 嗯 啊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甲半月都消失了 嗯 说明你的疲劳程度 我们叫疲劳综合症 嗯 啊 和你的心肌缺血有关系 嗯 和你的睡眠质量不好有关系 我们的心脏功能 在指甲上也会有所表现 指甲薄一段裂 浅颜色灰暗 预示着心脏功能较弱 正常的指甲半月 应该占指甲的五分之一 不能过大过小 半月过大 预示着身体将会有高血压 心脏病的风险 而甲半月过小 则意味着有心肌缺血的症状 需要特别注意 如果甲半月突然变大 要特别注意防止脑出血的发生 另外甲半月变红变子 也预示着心脏出现问题 老师可能现在有很多人 比如说还没有心脏的问题 但是您说了通过手 咱们可以提前发现 他可能提前要开始注意 要保养了 那一般这种类型的人 他的手掌一般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 有 我们讲 有一些人 属于心脏病 易感人群 就是属于高危人群 高危人群 所以有些人 像这个手 你摸很粗很硬的 这种人 他的心脏功能就必须得重视 所以看我这版图 看到了吗 手掌很大 长大 手掌很圆 指尖 手指很尖的 明白吗 特别像什么 通冠状的人 变异通冠状的人 心脏都容易受损害 像通冠状的人 心脏都容易受损害 因为这种人是A型心理 A型心理 A型心理 什么叫A型心理 A型心理有六个特点 指挥欲强 感情战友欲强 竞争性强 对抗性强 紧迫感情 自尊心和自卑感都强 所以这种人心脏最容易受伤害 他的压力可能比较大 对 所以他能把这么大的事情当西瓜那么大去做 所以他事业上也很容易成功 但他也容易造成猝死 所以这种人 社会的精英比较多 所以要活的明白 不能够经历透支 所以过老死 在手上都有标志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我们自己的健康状况 我们哪边弱 咱们平时就多注意一点 这样就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了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通过手上 你能知道我自己的性格特点 我这容易起急 我这个十日秋 第二心脏区 我容易发怒 我一发怒 我就血压上去了 我这心脏受不了 也可能你发几回怒没事 那你还年轻 正好赶上那一次怒 完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人你拍桌子一瞪眼 到桌子下面去了 一辈子结束 是吧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 你得认识自己 我这人发脾气发到什么程度 别过度 是 因为中医甲 肝属木 心属火 肝气有余 心脏受不了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来重视 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细节就要开始注意了 高老师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了两位观众朋友上来 您都给看了 说身体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好像也说了 有一个心脏要注意的 但您没揭秘 您怎么看的 我们再次请他们上来 您给揭揭秘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掌声有请 老师我们还是先从女士开始 女士就先 他是双头脑线 双头脑线 双头脑线 所以他的脑子永远比别人累 看见了吗 确实 怎么有两条线 看到了吗 这叫并列式思维 特别累心的人 特别争强好胜的人 所以他属于N型心理 大家在看他的脸色 晦暗的 看到了吗 所以心息化在面 所以凡是脸色晦暗的人 特别是你看他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这就说明他心肌缺血的问题 哪里 你看这个地方颜色 看见了吗 这个地方的颜色 看到了吗 所以这就得注意 所以每个人 他这个手 就提示 除了心脏要注意之外 还要注意他的脑共血 所以他这个手 是特出的手 但他的生命线很好 说明他的遗传基因 还是不错的 但他是一个 非常累心的人 所以这个要注意 自己注意一点就好了 别疲劳过度 好的 来咱看这个男士 这个男士 大家看他这个手 看他这个大鱼迹 多么丰满 特别的饱满 对 好像特别的骨 这两边都很骨 对 但他这个大鱼迹 有一个黑斑 我给你圈出来 确实我们给个特写看一下 来看一看 他这个黑斑的位置 就在这里 所以他的心脏 必须得注意了 老师 这个黑斑说明什么 在这里 看到了吗 他这个黑斑就是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这里 这个黑斑是不是跟村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你这个人 就告诉你不良的习惯 一定要改 老师 您之前说这个大鱼迹的时候 您就说要饱满 但您没说什么黑斑 这个有黑斑说明什么 黑斑也不好是吧 黑斑说明他本来没有毛病 很好的一个身体 让他自己弄的 自己毁的 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没有人害你 自己害自己 这也是一种自伤自残的行为 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就告诉你 本身的身体是很棒的 就是这个烟还是尽量少抽 必须得借 要借了 没有商量的余地 嗯 好 好的 行我们谢谢两位观众朋友 谢谢 嗯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万家灯火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 谢谢